你知道哪些动物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吗 你知道生物安全影响到国家安全吗 我是艾朱向老家在越南普尔 我可是中国很珍贵的 身份证看一下 小去年的重大新闻你没看啊 本座现在就在这里 当时我们整个家族出门捋了个游 一路向北逛吃逛吃 成了名度一时的逛吃团 也像是当了回国际网络 还原来我们被大家精心呵护着 可是我们生长周期长繁殖率也低 还是非常容易灭绝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我们的种群数量降到了一百五十头左右 不过在国家的保护之下 2018年的时候已经壮大到将近三百头 我们终于也可以大胆的出门去玩了 真是玩笔归相啊 兄弟加油 我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电脉给了我萌宝全球的基因 看我自带酷酷的墨镜 填上萌宝馆的身体 这两脚兽不也得蹲下来跟我说话 你有点猖恐啊 看来你就想让我站起来喂你 不是兄弟开玩笑的 你站起来我够不着吃的 大熊猫作为我们中国的国宝 在国家的大力保护下 野生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一千八百多只了 受威胁等级也从兵威降到了一威 这样级并不是说我们不是国宝了 而是恰恰说明我们国家在野生动物保护上 还真是不成功不罢休啊 期待早日实现中国人民观赏大熊猫的自由吧 不就是靠脸吃饭吗 看看我的朋友们 哪个不是个顶哥的帅哥美女 那你呢 我妈 别看我也是猫 帮我和你想象中的那种软猫 给撸给帮 给亲信的家猫可不一样哦 我们好凶嘛 我们喜欢生活在高山草店 大家都叫我光某猫 我们生存条件可比家猫差多了 不过我们可是捕猎高手 凶猛的猎食者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中国特产猫科动物 也是评论五种 跟刚才那个带墨镜的胖端端 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虽然我们和家猫长得很像 但也请你打消 把我们收养为二宠门念头 让人饲养我们 那可是会被抓起来的哦 啥 想看看我凶起来啥样 这样吧 我就不露面了 将我的堂堂堂兄弟出来给你们过过瘾 叫我啥事 我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东北虎 我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虽然现在我的家族不够庞大 但是我觉得敦敦同学说的不错 要相信我们国家 而且我听说你们想看看森林之王的风采 来 到我跟前来 差不多得了 你看看在座的谁不是保护动物 我们电竞丝猴兵威的主要原因啊 我觉得是没有传承下来美后王的本领 哎 文化传承多重要 开个玩笑 其实是多亏了国家 给我们建了电竞丝猴自然保护区 有山有水有果子 日子不要太舒服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说了 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个精英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 近年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非常显著 作为一只小猴子 我很欣慰 自人类诞生以来 生物 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 便默默地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无论从哪个角度 建设一个万物平等 天人合一的移居生态系统 从而在根本上维护生物安全 都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保护我们和谐美丽的世界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所有人一起行动 才能助劳国家生物安全屏障